吊蓝在养殖的时候需要给它放置在半阴处 吊蓝的对光线要求不是特别高 它是怕阳光直射 那么吊蓝还有一些金边 银边 金心这样一些变种 这些品种蜘蛛在强光下是会出现这种花叶退化的现象 所以说在室内养护吊蓝要把它放置在光线明亮 没有直射阳光的环境进行养护 吊蓝的根是肉质根 所以它的耐旱能力实际上相当强 所选用的土壤就需要那种疏松 透气 排水良好的壤土 那么浇水的时候呢 掌握一个原则 不干不浇 浇则浇透 过于频繁的浇水会造成盆土的积水 这样的话呢 会使吊蓝的叶片出现干尖 浇边 甚至黄叶等现象 吊蓝在养护期间呢 对肥料要求呢 不是太强 一般来说 在生长期 我们每10到15天给它适应一次稀薄的叶肥就能满足它的需求 吊蓝生长的室温是在15到30度之间 5度以上吊蓝是可以中常的跃动 温度过低会造成蜘蛛受害 比如说5度以下叶片可能会受伤 0度以下根系就会受伤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